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霸道总裁和他活泼俏皮的小娇妻 充满宠爱与深情的公主抱 光线洒在他们身上的那一刻 霸道总裁爱上小娇妻的小说情节 被生动的影视画呈现出来 这真是太甜了 忍不住姨母般的笑容 嘴角一直扬起 从未放下 他还说 谭松韵很可爱 个子小巧 体重也很轻 徐凯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外套 搭配一件白衬衫 他下身穿着修长的西装裤 发型整洁蓬松 五官精致 他的面旁白皙且带有深情神色 眼中闪烁着微光 他的身姿挺拔 展现出金贵而含蓄的成熟气质 充满霸气的总裁风范一览无余 他身穿黑色西装 外表精致而坚毅 英俊不凡 身材修长 宽肩细腰 骨节分明的手臂单手支撑在桌面上 长腿随意触地 显得从容不迫 他的气质阴郁且腹黑 随意的站姿透出难以企及的高贵与霸气 黑色西装搭配同色系领带 修长的双腿 指节分明的手指 白皙的皮肤上隐约可见青色血管 银色的电化 一丝不苟的发型 再加上那霸道而深情的眼神 帅气的令人惊叹 徐凯果然不负众望 29岁的他正直颜值巅峰 皮肤状态绝佳 面容硬朗帅气 身形充满力量感 简直是每个女孩心中的梦中男神 此外 徐凯真的是扮演霸道总裁的不二人选 他不仅外貌英俊 腿长步伐稳健 还自带一种高山之玉般的金贵气质 那浓密的眉毛 那诱人的嘴唇 那流畅且分明的轮廓 再加上那性感撩人的凸起喉结 这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让人情不自禁 新生连衣啊 谭松韵此次身着Yuima Nakazato 2024秋冬高定时装亮相 真是一对瑰丽的碧人 两人今日身穿黑色西装 搭配白色丝绸上衣 精致地让人惊叹 不仅再现了剧中甜蜜的公主豹 还完美还原了黑色西装 搭配白色镂空婚纱的设定 两人看起来仿佛随时要结婚一样 那含情默默的眼神 灿烂迷人的笑容 粉红色的泡泡在他们周围不断升起 观众心中甜蜜地泛起连衣 嘴角也不禁上扬 真是太喜欢了 看到这个场景时 感觉自己在床上扭来扭去 觉得太甜了 西装搭配黑色长裙 再加上头顶闪耀的银色细钻皇冠 单膝跪地 手持红玫瑰与翠绿的叶子 这一幕真的让人深深着迷啊 他们俩在路眼活动中的互动 如此引人注目 我也不禁想去看看这部 《你比星光美丽》 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怎么能如此赏心悦目 还甜得让人忍不住 一母笑个不停 谭松韵和徐凯 在这一天的表现真是令人惊叹 尤其是谭松韵的长发造型 真的是既温柔又有气质 她的面容温和柔顺 显得更加小巧可爱 八字刘海散落在披肩的长发上 五官精致小巧 她俏皮可爱的外表 配一头温柔优雅的长发 使得她甜美温婉的气质 与柔顺的绣发完美交融 这样的容貌宛如古典画卷中的明媚佳人 让人心驰神往 久久难忘 她嘴唇烟红如粉 露出洁白的牙齿 眼中闪烁着清澈明亮的光芒 笑容中带着可爱的敏唇微笑 身穿高级定制的白色上衣 整个人散发出耀眼灿烂的光芒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她这次以一头长发 白色上衣 黑色垂感极佳的裤子 黑色皮鞋和精致甜美的妆容亮相 令众多网友感到惊艳不已 她那一头长发实在是太迷人了 她全身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皮肤白皙透亮 状态维持得非常好 容貌精致美丽 仿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子 充满活力 黑色长裙搭配西装外套 松散的低丸子头挽起 耳边银色流缩耳式摇曳 颈尖是有银饰和黑色带状项链 既展现出小女人的妩媚 又流露出干练优雅的职业女性风采 谭松运在出席 你比星光美丽宣传活动时的妆容和造型都非常出彩 这种穿搭既有气质又显的年轻 一位三十多岁的人 却拥有一张看起来只有十七十八岁的脸 精致甜美的装扮让人惊艳不已 这对身高差蒙翻了 颜值逆天的俊男美女 真是天作之和 太赏心悦目了 不追你比星光美丽简直让人难以释怀 这部剧中还有许多俊男美女 其中男二号邵逸臣的饰演者高寒 这次也是帅气十足 堪称精致 短发精致 身着绿豆色西装 白衬衫解开两颗扭扣 外套上别着银色扇子胸针 增添几分金贵别致 银色挂链衬托出性感的锁骨 金丝框架眼镜 深邃成郁的眼神 真是A爆了 说起谭松韵 不少观众是通过最好的我们耿耿一角认识她 她长相甜美 青春感 十足 随着职业生涯的丰富 如何打开更广阔的戏路 谭松韵一直在演艺路上不断探索 正在播出的《你比星光美丽》中 谭松韵饰演的季星是一个科技公司的创始人 与过往她所塑造的角色相比 季星这个角色带着创业者的坚韧以及职场女性的干练 谭松韵让季星这个角色 真实且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最欣赏季星的韧镜 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你比星光美丽》的剧情中 季星开局不顺 作为职场打工人 就算能力过硬 负责的项目得到认可 却只收到上司 升职加薪 得空投支票遭遇公司高层 闲诸首 反被同事孤立 大老板对自己青睐有加 又招来了各种不堪的非议 忍无可忍之下 季星选择了辞职创业 他是一个野草创业者 有着很强的能力 很聪明 也很正直 有着非常清晰的原则和底线 在谭松韵看来 季星辞职走上创业之路是偶然 但也是必然 他身上有一股韧镜 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下自己向前的脚步 谭松韵表示 你比星光美丽播出后 不少观众都留言表示 在季星身上看到了松松的影子 其实不仅是观众 问到谭松韵本人 他也说遇到一些事情 他的处理方式会和季星一样 遇到职场不公的事情 我也会非常强硬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现实生活中会选择寒庭 他愿意让另一半去追逐梦想 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创业者 一个是酒精商场的投资者 心动不停 组合在这里碰撞出了别样的浪漫火花 虽然在工作上 两人立场不同 但随着季星在创业路上的经历 季星和韩婷的关系始于合作伙伴 却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成就 最终顶峰相见 这种成长式的爱情 也让谭松韵直言 他们既是恋人 也是事业上的伙伴 一起携手并进 因为这段感情 他们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剧中 季星和男友邵依晨 四年感情终成过往 在季星看来 两段感情没有优劣之分 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邵依晨适合过平平淡淡的日子 而韩婷不一样 她愿意让另一半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谭松韵笑着说 当然现实生活中 如果换作我 应该还是会选择韩婷 第一次和徐凯合作她是 憨憨的绅士 谭松韵透露 这是自己第一次与徐凯合作 此前 虽然看过她在《演习攻略》等作品中的表演 但始终没有正式合作过 这一次《演习》牵手 也让她对徐凯的印象有些不一样 一直以为徐凯就是《演习》中的那种霸总 但其实她内心是憨憨的 非常绅士 也很会照顾人 谭松韵说道 《演习》牵手